哈利利亚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他们就要见识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 反带坏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皮带就裂开 酒露出来 连皮带也坏了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此时此刻 还在存活 并且运行在我们当中 并且在创始之前 就已经预定好所有的一切 创造天地万物 并治理天地万物到 我们的上帝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 在主的治理当中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一个 永不后悔的信仰生活 愿今天通过真理的话语 愿每个人都能 去按照主的圣灵的话语 被感动 在主的统治和主的话语当中 一一地按照主的道去行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 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按照我的想法去行 是属于罪的 愿每个人都能是 按照主的圣灵的引导去行 此时此刻 愿每个人都能明白 在如今的社会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 在罪恶当中走出来 都能在主里 与主合为一 愿主一意地来引导 并帮助我们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命祷告 阿们 哈利利亚 以前我有一位认识的牧师呢 我想起来他见证过一件事情 他说 他在刚开始要创建教会的时候呢 他在他所属的 他们教团里的 的时候呢 他想 他想自己要创建一个 吃教会 他就向神祷告 有一天 他在梦中的梦见 自己拿着一个棉花 绵绵的棉花的棒子 他在梦中呢 见到自己拿着一个棉花棒子 那么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想 他自己要创建一个教会 他要去祷告的时候呢 他梦见自己拿着一个棉棒子的 我觉得我现在拿着这个 我觉得呢 一个软绵绵的棒子呢 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这位牧师呢 他所明白的呢 是自己拿 手里拿着的这个武器呢 自己手里拿着的这个道具呢 是一个软绵绵的 是没有力量的棉花棒子 是没有力量的 那么这个软绵绵的棒子呢 我们可以知道 是不能成为一个武器的 他手里拿着的 不是一个木头 也不是一个铁 而是一个软绵绵 没有一点力量的 这个棉花棒子的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 其实呢 神的真理呢 神的话语呢 是通过很多的比喻和梦中 来给我们启示的 那么在圣经上呢 也可以看到 我们为了不让我们 过着死亡的江河 神通过呢 在梦中呢 来给我们启示的 让我们 让通过这个梦中呢 来给我们启示 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 那么在圣经上呢 也是记载着 通过很多的比喻 来告诉我们的 那么为什么会用 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 那么可能是 如果你很轻易的认识 明白了一句话的话 那么可能是 认为那件事情 不是那么太了不起的 所以呢 在圣经上呢 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呢 是用比喻来告诉我们 让我们通过这个比喻呢 来让我们更加的去 师母上帝的话语 去更多的去祷告的 所以呢 一加一等于二 他不会来告诉我们 直接告诉我们 一加一是等于二的 而是说 让我们每个人呢 来更加私切身的 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能更加 去追求上帝的话语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上帝 给这位牧师看到一个 棉花棒子呢 那是 神来告诉他 你现在还不是 去自己开拓教会的时候的 神让他看到了 自己手里拿着的是棉花棒子的 那么 为了能更加的去明白 上帝的话语呢 可能是 会更加的去祷告 更加去 急切的去祷告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想 告诉大家的一点呢 就是说 拿着这个棉花棒子呢 是不能去做任何事情的 那么就是说 上帝刚才告诉他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么 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呢 那是说 你手里的这个 道具是坚硬的时候 你只有是 有个坚硬的 道具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去 打败那些 敌人的 你拿着这个棉花棒子 你能做什么呢 你现在还不是时候呢 我在成为牧师之后呢 一天呢 我要成为牧师的时候呢 那时要下决心 要成为牧师之后呢 我就每天每天 要祷告 七个小时 并且呢 每天会念 四十页的圣经 还会去 做进士祷告的 那么我 我那时候呢 要祷 每天每天祷告呢 祷告的题目是说 愿上帝能赐给我能力的 能去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的 我每天每天去祷告 七个小时 祷告了两年 那么有一天 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有一天早晨呢 那时候呢 我还不是传道士 但是呢 我是做的比传道士 可能是会做更多的 反正我当时去 反正我 我要我小学生要成为牧师了 我不管当时是传道士 还是执事 还是我觉得这个职务并不是重要的 我早晨呢 一去教会呢 我就会一直待到晚上 我每天会 我从早到晚呢 一直会带教会 去祷告 并且还会去彻夜的祷告的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每天每天呢 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放在 这个 做上帝的事情的 虽然是过了两年呢 但是 其实真是 度日如年的 我觉得过了很长很长的 好几年 但是才是过两年的 我当时向神祷告呢 求神给我 行神迹其事的能力 但是神没有来给我 有一天呢 我就在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当时并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 但是觉得 这个声音是比 这个亲耳听到的更大的 是上帝的 所以说 如果我给你 我赐给你这个能力的话 连你我都会失去的 所以呢 我会赐给你 爱所有灵魂的这个 能力的 我是向上帝去求 行神迹其事的这个能力 那么神来赐给我这个能力 可能是所有的人都觉得 如果神来赐给我这个 行神迹其事的能力的话 所有的人都会认为 这是最好的能力的 但是呢 当时如果上帝赐给 沈元斯牧师这个能力的话 可能是我沈元斯牧师 会因为得到这个能力呢 我反而会倒下的 在上帝的眼里呢 在上帝看来呢 可能是因为上帝来赐给我 那个能力呢 而失去我的 这是危险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行上帝 行上帝的神迹其事的能力呢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 但是其实那并不是最好的 因为我会印着得到那个能力呢 我会骄傲 我会自傲的 并且行着这个神迹其事呢 虽然行着神迹其事 但是我可能会远离神 我反而会与撒旦去结合的 所以呢 神告诉我说 你现在虽然求的是行神迹其事的这个大的能力 但是 你所求的这个能力呢 你所求的这个神迹其事呢 我是不会给你的 我只会给你爱这个灵魂的能力的 那么这个爱呢 才是 不管是有多大的爱 你永远都不会倒下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个准备的 那么这是一个准备 这是一个必要的 所以为了不让我倒下呢 神给了我这个准备的 我为了来开拓教会呢 我没 其实我作为牧师 我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那么 上帝告诉我说 你如果要想开拓教会 行 你可以开拓教会的 那么我 用我的想法呢 为了来开拓教会呢 我是去求这个 很多的能力的 但其实 我们所求的神都给我 其实并不是都是爱的 神 为了来让我们能站得更坚固呢 是要按照我们手续的 来告诉我们的 很多的认为 你自己求什么 神来给我们什么 这才是自由的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还是有很多的人呢 现在还是不明白 什么才是真爱的 今天我要搞 想对大家的 说的呢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的话 是不能 再升级的 你再求什么 神迹奇思 再求什么大的能力 如果你现在没有准备好的话 你是不可能升级的 你们为了来得到这个能力呢 你们要去做好准备的 你们要准备好 你能成为这个 接受这个大的能力的器皿的 不是说 这个能力好 那个好 我就需要 我就向神需要 这就是好的 而是说 在这样的场合 在这样的阶段下 你只有是做什么 你求什么 在你这里 你需要什么 对你来说 你的 现在在你的这个阶段 什么是最好的 你只有准备好 准备好 你才会去得到 最好的 大家想一想 上帝对我们说 上帝会给我一个新的 好的葡萄酒 那么有的人呢 会拿手去捧着 有的人拿个小的杯子 有的人呢 拿着一个壶子 这个水壶呢 去接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拿双手捧着说 你去把这个葡萄酒 倒在我手上吧 那么这葡萄酒 可能是不会剩下很多 只能是 会剩几滴 几滴葡萄酒的 那么拿这个小杯子 来的这个人呢 那么他只能是 去拿自己的这个 小杯子里的这个 只能来充满小杯子的 那么拿一个水壶的人呢 会充满自己的大水壶的 在圣经上呢 是说 你要得到什么的话 那么就算是神 上帝来赐给我呢 为了我的器皿 能更加坚固呢 我们要去准备好的 那么只有我准备好呢 我才能 担当起这个能力的 上帝是任何时候 都会来给我的 都能来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准备准备好 我们能得到 上帝的祝福的这个能力呢 这是一个事实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我们向神 不是曾听说不平不满 而是说我们要叹息自己的能力的 上帝 你不要说上帝 你怎么这么对我呢 而是说 我的亲密是如此的小 你们照照镜子吧 你们没有镜子吗 你们没有镜子 我给你买个镜子吧 你们照照镜子吧 你如果不知道自我的话 你照照镜子吧 其实这并不是赖别人 并不是赖神 而是说我自己 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我的亲密太小了 亲爱的各位 我们要胜利的 我们为了能尽快的胜利呢 我们不要放弃这个胜利的这个机会的 我们不要去赖别人 我们要回顾自我 我们要看一下自我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不足的 不是赖别人 不是因为别人 而是因为我自己的 在圣经上呢 告诉我们 上帝呢 不管是来赐给我们什么 我们都不要骄傲 我们不要去利用上帝来满足我们自我 我们要真正的拥有这个信心 上帝会因着上帝来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跪于神 并且我们也得着荣耀的 我们要一 就这样呢 才是一举两得的 我们不要要想 呃 自傲的 就 我们每一个人呢 不要为了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而去想求什么 去得着什么的 这样的话呢 只能是被魔鬼所利用的 这样的话呢 只能是去作为一个 就像是个教主似的 就像是去满足自我的虚荣心 心是同样的 那么为什么作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是因为 没因为没有做好准备去求这个能力的 这样的话呢 所有的一切只有是 虚有的 大家想想 呃 如果不张嘴的人 你要给他吃的话 你想给他吃 但是对方不张嘴的话 对方会怎么样呢 你对他说 你张嘴 我给你吃 我给你喝 那么对方如果 这个闭着嘴的话 不想张嘴的话 那么他会怎么样呢 难道要拿钻这个去 去捅吗 不想张嘴的人呢 要想给他吃 给他喝的话 只能是会在旁边掉下很多的 为了强硬给 为给他呢 可能会掉下很多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这在所灵方面呢 这就是这样的 虽然看是一个这个笑话 但是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的 有很多的基督徒呢 他们在所灵方面并不懂这些 他们在上帝里面呢 不想去得着什么 就是说也没有去做好准备 去张嘴的 因为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他们是不能张嘴 他不能去接受的 上帝对我们说 你要去做好 你要去张嘴的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张嘴的 反而呢去抱怨上帝的 你们现在没能达到 张嘴的这个能力的 有的人他反而会说 上帝在哪呢 他到底在哪呢 他在别的地方去寻找上帝的 在我里面的这个上帝 他不知道在我里面 已经有上帝 有的人是圣洁的 双手把双手放在胸中 就是耶和华 他会拿这个很虔诚的一种态度的 但是呢 其实他心里呢 他不知道自己心里是 真正有一个上帝的 反而对着对着很远的 这个父子神说 主啊你在哪里 那么如果你求什么 上帝来给你什么的话呢 那么有可能是 每个人呢会变得 会更加自傲的 他甚至会拿这个刀 吃自己的 我们不会把一个刀呢 给一个小孩子的 小孩子愿意玩 嗯这个枪战 或者是刀战的 那么 我们是不会给他 真刀真枪的 小孩子们喜欢自行车 喜欢开车玩 那么我们不会给他 开真的车的 因为这是 反而是害这个孩子的 你虽然是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你 不会给他开这个真的车 不会让他 嗯 不会给他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让他开的 比如说 这个日本的刀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日本的刀剑呢 是很好的 那么是不会 你不会把这个日本的刀剑 给这个小孩子的 因为 反而呢 这个小孩子呢 会因为这个刀剑 或者是枪呢 会伤自己的 这个小孩子 首先自己会伤自己的 所以呢 我们为了孩子呢 我们会给他玩具枪 或玩具刀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为他好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得到 这个最大的祝福呢 因为上帝来赐给我们 最好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能力 去得到这个最大的祝福的 如果我们相信 就热烈的故障 把所有的荣耀归于神 我们每个人呢 都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 这个问题的 真的 我们要真正的 好好的应该去想一想的 此时此刻 从此时此刻开始 我们每个人呢 要宣言一下 今天的题目 就像今天的题目似的 我们要去准备好 要开始的复兴 阿们 往后要发生什么呢 复兴 因为现在已经在 看不见的地方的复兴 已经是开始的 我说的这个复兴呢 是我们应该可以用 眼睛可以看到的 这个复兴 要我们教会呢 要发生复兴的 那么并不是说 这个复兴 要发生的复兴 与我们是有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么再发生 这么多大的复兴 这是与你是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是上帝的 所有的计划的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呢 要明白好这个意思的 我们要去准备好 这个时期的 迎接这个复兴的时期的 我们每个人呢 有这个去接受 这个能力的 这个复兴的 这个能力的 这个 器皿的 我们要去准备 我们要去准备好的 我们要准备好什么呢 就是要去准备好 这个复兴的时代的 为了让这个复兴 成为我的 所以呢 我们要去准备好 充分的准备的 我并不是按照 我的名字去 宣言的 现在呢 复兴已经开始了 我们每个人呢 要去做好 这个复兴的准备 我们一定要做好 准备的 你只有 你也是做好 充分的准备呢 我们才可以 得到这个 才可以去 迎接这个准备的 你如果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 你可能是 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不知不觉当中 你可能会自己倒下的 因为你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的 因为复兴的时代 开始的话呢 我们只有是 充分的 做好这个 准备 我们只有是 做好 这个充分的准备 来这个 接受这些 祝福 今天呢 今天呢 在圣经上是有 这个新的 葡萄酒袋子的 这个比喻的 圣经上 为什么会用 这样的比喻呢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比喻呢 在最后的 这个 秋收时期呢 在这晚 虽然是有点晚的 但是这个 秋收的时期呢 如果我们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 去迎接这个 秋收的时期的 如果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 我们的夕阳呢 可能会倒下 可能会被摔碎的 并不是说 大家呢 在礼拜的时候呢 一定要集中好 你们知道牧师 为什么会 这么强调你们呢 属灵的方面呢 一定是有 这个重要的一点的 你如果没有听好 这个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那么你可能会 这个在听 这个真理的时候呢 会断裂的 那么在这个 断裂的 这个地方呢 会有这个魔鬼呢 会来攻击你的 那么这个魔鬼呢 一旦要来攻击你呢 那么他就会 慢慢慢慢慢慢的 腐蚀你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集中的 如果我们在 礼拜的时候 去接电话的话 有的人说 难道不能接电话吗 当然你可以接电话的 就上几十遍 你可以接电话的 但是呢 在祖灵方面呢 你因为没能 用程式和心灵 来向神祷告呢 所以呢 你就会失败的 如果你真心 向神祷告的话 如果你真心向神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 一定要好好的集中 向神祷告的 有的人 他一向一说 要向神礼拜 但是他没能集中的话 那么他就是被魔鬼 所诱惑的 其实他的心 还是在这个接电话当中吧 你不要否认自己 现在你明白的话 现在还是时候 如果过了这个时期的话 你可能 嗯 就晚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些的 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是多么的怠慢 嗯 这个上帝的话语吗 一分钟之前 我都不知道 我要讲什么样的话语 但是上帝呢 嗯 要 现在是给了我这个感动的 现在在你们的心里面呢 已经是充满了别的魔鬼的 现在 已经容不得 我进去了 现在呢 圣灵与我们的关系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是这个 决定命运的时间了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是王 是我们的主 除了上帝呢 是没有能来帮助我 能来拯救我们的 所以呢 我们不管是谁 有很多的人呢 嗯 他们一旦发生重要的时期呢 他就会去跑掉的 他们就会离开神 圣灵的声音呢 有很多人说 圣灵的声音是 慈祥的 是好的 是温柔的 是好听的 其实 99%这并不是这样的 圣灵呢 其实是非常的严格的 为什么呢 他为了来给我们 为了来指点我们 为了来告诉我们的 不 不 这个错误呢 他会一直来 告诉我们 并且一直来指点我们呢 你们知道是什么 才是真正的安慰吗 你如果对个犯罪 就是哎呀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做吧 你做吧 这是安慰吗 那还是你真正的 对他想 你为对方着想 你就算是 说他的不好 才是真正对他好 今天我要讲的呢 就是 复兴呢 已经开始了 准备好的人呢 会被主所使用的 那么 做已经准备好的教会呢 已经是 会被主所使用的 如果你没有 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那么 你就算是 上帝再给你好的 你都不能是接受 你都是不可能 来得着的 你只要是 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你才能是 真正的得着的 然后呢 教会呢 才会真正的得一副心的 这并不是一个 神秘的事情 这是一个 最基本的常识 如果你 真正的认识上帝的话呢 你就会要真正的知道 什么是最基本的 常识的 这个 是常识的 其实呢 教会呢 也是一个 基督教呢 也是一个神秘的 一种宗教的 我们是相信一个 神 看不见的上帝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灵 在我们里面的这个 圣灵呢 它是一个灵 并不是一个肉体 而是一个灵的 我们说这是一个常识 并不是说 这是一个神秘主义 大家 我觉得大家是 想错了 什么是神秘主义的 什么是神秘呢 什么是神秘主义呢 有很多人说 神秘主义 那么真正的神秘主义 是什么呢 我们是人 但是我们作为神 我们能成为一个 上帝的子女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正的神秘主义吧 这是一个超越肉体的 常识的一种属灵的 一种属灵的级别的 一个话语的 这是一个属神的级别的 撒旦也是灵 上帝也是灵 一种属灵的存在的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 成为了神的子女 上帝的子女呢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属于神的级别的 上帝的子女的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上帝的级别的 所以呢 有很多的人说 神秘主义 什么神秘主义 教会怎么又说什么 梦 做梦的事 又做什么什么事情 大家一定要好地去准备的 我们现在已经要 晕着这个 相信上帝之名呢 我们成为了一个属灵的 成为了一个属于神的级别的 上帝的子女的 我再对大家想一想 再讲这个葡萄酒的事情 为什么是葡萄酒呢 因为光讲这个属灵的事情 那上帝呢 有很多的人是不能明白的 所以呢 上帝呢 是用比喻来讲的 以前呢 是没有这个 很多的杯子的 所以呢 可能是以前呢 是用这个皮带子 来装这个葡萄酒的 装了这个 做好新葡萄酒的时候呢 如果是旧的这个 陈皮的话呢 那么会 这个皮呢 会破裂的 为什么呢 葡萄酒呢 做好之后呢 它还会一直是发酵的 做完这个葡萄酒之后 并不是完成 已经是完成好的 而是说 再过哪一段时间呢 一直一直是会发酵的 那么在发酵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 一种这个 气的 那么这个新葡萄酒 一直会 发酵呢 所以呢 这个 皮包呢 一直会 变得 是更加绷紧的 因为这个葡萄酒 在里面 这个 皮包里面 一直会 发酵 所以呢 这个 皮包呢 会一直被 撑着 会绷紧的 如果是 陈皮的话 就是 旧的 这个皮包的话呢 可能是 这个皮 陈皮呢 是不能担当起 这个里面的 发酵的 这个力量的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这个陈皮呢 就会 破裂到 这样的话呢 葡萄酒也会 葡萄酒和 这个皮包呢 都会 裂开 都会 但是呢 新的这个皮包呢 它是有 很好的 弹力的 它就算 葡萄酒在里面 就算是 在发酵呢 这个皮包呢 也是不会 被 裂开的 新的时代呢 并不是说 你没有准备好 你没有做好 充分的准备呢 你就可以来 得到这个祝福的 我上次呢 也对 这个神学生们 也说过 复兴是什么呢 复兴呢 是说 让你们的 属灵方面呢 能有一个 新的这个 更新 以前你们 是属于肉体的 但是现在呢 是你们 开始是属灵的 现在开始呢 在上帝的里面 上帝的支配里面 上帝的支配里面 不仅仅是你们的 外表 你们的内心 真的从你们的 内心开始呢 你们要显现出 要表现出 上帝的 这是一个准备复兴的 一个 最基本的 一个阶段的 除了我以外呢 别人呢 也要去给别人 传这个 耶稣基督之名的 我们要去传道 那么我们要去传道呢 如果有很多 很多的人 来到我们教会的话 我们并不是说 有很多的人 来教会 这就是好的事情的 而是说 我们要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 接受 这些 这么多人的 因为 有很多的人 来我们教会呢 那么因着 跟着他们来的呢 也会有一直 负责他们来 诱惑他们 并且要诽谤 他们的那些 恶的灵的 就像是这个 发酵的这个 气势同样的 发酵的时候呢 会排出很多的 这个 气体的 那么 他们呢 是为了来 让这些人 不能靠近上帝呢 所以呢 他们可能会 诽谤我们 会诱惑的 当然 这虽然是一个 像是一个比喻呢 但其实真是这样的 牧师呢 在上野公园 去传导的时候呢 上帝来 给了我一个 这个 启示 上帝告诉我 说 你如果去 上野教会的 去传导的话吗 话呢 那么在上野教会呢 一定会有很多 这个恶的 砸的别的灵的 那么那些恶的灵呢 如果你没有能力 去制服他们的话 那么他们 会一直来攻击你的 如果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去 去祷告 去做好准备的话呢 我们反而是被他们攻击的 现在我们教会的 传道士 还有 牧师执事 等各种各样的 我们所有的教会的 所有的人呢 我们每个人呢 一定要做好 充分的准备的 并且呢 我们要用准备好 祷告呢 来准备好我们自己的 我们教会呢 并不是说 来很多的人 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星的 我们为了 能真正的来接受这些人呢 我们要去做好充分的准备的 我们要 只有那 做好充分的准备呢 才会去 有能力接受这些人的 因为如果我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么我就像是 旧的这个皮 包是同样的 我们是不可能来接受这些好的 现在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 虽然是外表是复兴的教会 但是上帝呢 已经放弃了他们 因为有很多的教会呢 他们虽然是有很多的人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 就是重视上帝的话语 虽然外表看来 他们是复兴的 那么其实呢 还是有魔鬼来给他们的这个假的复兴的 就是不能结果子的假的复兴的 来给他们 就是外表看来 他们是复兴的 那么这些魔鬼呢 就会来召集很多的人 让很多的人外表 看来 他们教会是复兴的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假的 他们是不会结果子的 以前我认为 只要叫回来 很多人就是复兴吧 但是呢 上帝告诉我说 也有假的复兴的 那是光是假的 只是会外表看来 是会来很多的人 会相聚很多的人 外表看来 人家教会是变得 庞大的 但是这些人 其实都是假的 那么如果外表有很多的人 来接受这个话语的话呢 如果外表来很多 如果外表有很多的人 我们就算是聚到这个教会 但是他们是不会结果子的 这只是一种假的 一种假象的 这并不是因着我的祷告和我的能力 而是说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能力 我虽然没有努力 但是神是恩惠的 神是大爱的 所以呢 神是回来 祝我们这个恩惠的 这其实是假的 你没有做祷告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去求 那么你现在得着了的话 那么这是假的 这是一种虚项的 那么这是真正的复兴吗 这个教会就算是来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就这些所有的人 大部分的人 如果没能得着这个上帝的恩惠的话呢 这其实是一个假象的 在世界很多的这个指导者当中呢 有一个人呢 我在叫 有一个人呢 他说 我在讲道之前呢 我是不会祷告的 我会散步 我会去购物的 我听 我亲耳听到一位这个牧师呢 他是这么讲的 他说他在讲道之前呢 他是会散步的 他是会购物的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因为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依靠神的 我不会用我的能力来做什么 所以呢 我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 我是不会用我的能力 我是像神仙慕说 我是不会按照我的能力 而是 所有的事情 都会按照上帝的能力去做的 然后他说 他是会把所有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偷给神 所以呢 他是不会去祷告 他是会去算步的 所以呢 那么 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在 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什么会留下 他会一直去祷告 难道他是因为 是没有能力 他因为是太幼稚 因为他是无知 才是那么去祷告的吗 他在 祷告的时候呢 他甚至是流下了这个血汗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他祷告的时候呢 他所流下的汗呢 甚至是 呃 流下了血汗的 难道他是因为无知 因为他是幼稚 才 这么祷告的吗 有很多人说 是好吃的 好吃的 其实他是被骗的 你们知道 圣灵的话语 圣灵的话语 是多么多么的 呃 呃 强大的吗 如果你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 那么在这属灵的世界当中 是马上会被攻击的 是不能得到胜利的 哈利利亚 你们在听这些话语的时候呢 要明白 你们 要真正的去听过的话呢 你们要听 要有接受这个上帝的话语的 这个准备的 并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在上帝的恩惠当中 我在上帝的恩惠当中 我会这么做的 你们不要再被骗了 因为神的级别和我们的级别 是不一样的 难道耶稣是因为没有信仰 因为是太幼稚 他才会那么祷告的吗 耶稣呢 是所有的事情 他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用祷告去准备的 难道他是因为没有能力吗 难道他是因为没有信仰吗 难道因为耶稣是比别人是 信仰是太浅薄的吗 难道他是太软弱的吗 但如今的这个指导者呢 我看有很多的指导者呢 他们是比耶稣是更有能力的 耶稣难道是比 圣灵是会诽谤 那些祷告的人吗 大家想一想 你们在大海里是去捕这个 什么样的鱼 是捕已经在网里的这个鱼吗 没有人会把这个鱼 掉在一个已经捕好的这个网里的 你不会把鱼 掉在这个 不会去掉这个 已经捕好的这个鱼 为什么有很多的人 他一直是会被骗呢 他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他的灵魂是已经是被魔鬼所诱惑 那些魔鬼呢 会引领你走向这个地狱的 圣灵的这个做工呢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轻易的就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再去悔改 你们要放下你们自己 并不是说你打过了一次 就会马上有圣灵的做工的 前后左右呢 还有现在和未来 你一定要好的去想好 你一定要计划好 我们的上帝呢 一定会在一个最好的时期来告诉我的 二十年前 上帝来告诉我的呢 就是说 你所求的这个能力呢 你所求的这个 神迹提示的能力呢 如果我现在给你的话 那么 你反而是会自傲 你会 你会就 你会自傲 骄傲呢 那么反而是会害了你的 那么这个圣灵的能力呢 反而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有很多的人 他一直要去只注重外表呢 我们的圣灵呢 他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可以得 去做工的 圣灵呢 他会来给我们一个准备的阶段的 哈利利亚 一旦如果有复兴的话 其实呢 我是不会 我呢 是一般不使用这个复兴这个词的 但是昨天开始呢 我说复兴已经开始了 现在开始呢 我们一定要去做好充分的准备了 现在做好充分准备的人呢 他会被主使用 但是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呢 他是没有能力去接受主的这个祝福的 为什么呢 现在会有新的葡萄酒 不仅仅有新的葡萄酒 而且呢 在同时呢 也会有这个污鬼的攻击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 你能担当起吗 现在的传道师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要好的去听 如果现在按这么 如果这么走的话 你们是不能保守好你们自己的 牧师们也是同样的 现在到现在为止 你可能会 是能站着的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呢 你们再这么走的话 那是不行的 我并不是用我的名字来对你说 而是用奉耶稣基督的门 对大家的说 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呢 你们可能会明白 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话语的 过了一段时期 过了一年三年 一定会有结果的 今年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呢 上帝就告诉我们 我已经对大家 在年初的时候呢 就对大家讲过这些的 我们为了我们不倒下呢 我们为了能做 我们为了能得到真正的祝福呢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 亲爱的各位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不要拉对的 如果拉对的话呢 只能是被这个流到 这个地狱的 真正的 要按照圣灵的引导 去讲的人呢 要像使徒约翰一样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住的仆人的 使徒约翰呢 对这个七个教会呢 去讲 七个教会当中呢 五个教会呢 他们是得到了责备的 他们认为 自认为自己是站起来的 但是呢 七个教会当中的五个教会呢 他们在神面前呢 其实是错误的 他们是有这个撒旦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地 重要的一点的 我再次地对大家说 亲爱的传导师们 今年呢 你们不要失足 为了你们不失足呢 从现在开始呢 你们要回头 看一下你们自己 你们一定要做好 复兴的这个准备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 这么要来强调 这个传导师 我不想失去 哪一个传导师 我希望大家听 能听明白 这个上帝的话语呢 还有神学生们呢 也是同样的 你们呢 自己呢 也要升级 你不要说因为我是什么 怎么怎么样的 你们要获出性命 来跟随主的 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 想的话 今年你们是会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还有执事们呢 执事们呢 你们也是已经得到了 这个使命的 到现在为止 没能担当好这些使命的人呢 你们要获出性命 来担当这个使命的 执事呢 并不是一个勋章 这是一个执分 这是一个要在神的世界里 做事情的这个执分 那么有很多的人 他是 你是把家庭 把工作放在第一呢 还是 把神的事情 放在第一呢 你好好的自己想一想 过了一年 过了三年 会有结果的 现在我可以对大家讲 你们一定要的 好的去想 你不要认为 你是没事的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我是没有关系的 我是没事的 我现在呢 也是一直时时刻刻会 挣扎的 为什么呢 为了在复兴的时期 我要担当起这个使命的 我为了能 能 正确的来 给大家传呢 我是 最近是一直是 严格的对大家讲的 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呢 我是 我就像是 要像章鱼一样 我是没有自我的 我是放下自我的 真正要去 生活的 在座的各位 就算是一般的圣徒们 如果你们真正的 要想去天国呢 你们要去过一个 按照圣灵的引导 去生活的 一个生活 你们要按照 圣灵的引导 去生活的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些恶的误会们呢 他们要 打倒 就是说 会马上攻击 这些信仰不好的人的 那么信仰 潜伏的人呢 他们一定会 马上会被攻击 被倒下的 我一旦要讲 这样的话语呢 有的人说 哎呀牧师 你就讲那些 好的话吧 其实我也想 讲那些 好听的话语的 但是我一旦告诉 上帝就要 让我来讲 这些严格的话语的 今天呢 在广告的时候呢 我想对大家呢 所讲的就是这些的 现在已经开始了 复兴的时期呢 已经开始了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 我们要站起来的 真正做好准备的人呢 真正准备好的人呢 他们会被主所使用 一定会被主所使用的 现在呢 这样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还有现在努力 做好准备的人呢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 大的这个希望的 一定会有个希望的 一年的 但是如果没有 不做好准备的话呢 要准备好的 已经没有别的话 所讲了 现在你 已经 你们的命运呢 已经是一个 最重要的时期了 你们一定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在这复兴的时期 你们不要被流走 一定要站在 这个复兴的 这个最前列的 你们现在为什么 你一个个的脸 变得非常的忧郁呢 我们要高兴 我们要说哈利路亚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有很多人 这个脸变得非常的忧郁呢 比如说 现在说这是钱 你们要借这些钱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抢的 但是其实呢 上帝的羊群们 你们要喜乐的 我们要喜乐的 在日本呢 我们要可以去 向所有的人去见证 我们的上帝 是什么样的神的 你们不要在那里 叹息 叹气了 在日本呢 我们一定要给别人 看出我们的上帝 是什么样的 缺乱的神的 我们要喜乐的 比如说 今天的中午饭呢 是烤肉的话 那么可能又会有 很多人说 啊哈利路亚吧 但是在日本呢 到现在为止 不认识 耶稣的人 不知道耶稣的人 现在呢 我们要 给很多的人 讲这些 耶稣的 但是为什么 有很多的人 他们不高兴 反而是呢 是一种 非常的 一种 就像是交通 阻塞的 这个脸呢 我看他们 就像是连 血色都不通呢 我们要喜乐的 我们要站起来 我们一定要成为 此次的 复兴的主人公的 好 我们下面 喊耶稣之后 一起来祷告 好 好